大多数的女人都比较害羞,但也有一小部分的女人性情直爽,他们有时候会想让自己的男人去抚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,但由于害羞还不好意思去和他说,其实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,他不用你说都会去懂你的心思,从而去满足你的欲望。 下面是我最近总结到的几点,如果你的男人没有触碰到这几点,那只能说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根本不重要,他也根本不在乎你,只是玩玩你而已。 一,亲吻额头,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亲吻额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,一点含义都没有。 那么你们真的大错特错,只有一个真正用心去体会的男人才能够理解习宗的蕴含。 他们在亲吻女人的额头时,心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像父母一样去疼爱他,宠着他,永远把他视为宝,疼在手里怕摔着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 心里面始终只有他一个人,始终把他视为第一位,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心房。 因为在离心脏最近的那个距离里面,藏着的全是他最深爱的女人。 他们永远都会像父母一样去疼爱他,关乎着他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自己挺身来出。 2.亲吻女人的嘴唇 亲吻自己女人的嘴唇,现在很多情侣在交往的时候都会去接吻,但他们并不知道接吻的含义。 其实,唇与唇之间的接吻可以激起两个人心中的澎湃,从而使两个人的感情进一步的发展,使他们婚后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。 3.亲吻女人的秘密花园 亲吻女人的秘密花园或许在大多数的男人眼中心里都会觉得很反感,毕竟那是卫生的地方很脏,但如果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,他会奉不顾身去满足你所需要的。 在他们认为接触女人的秘密花园会使自己的女人性高潮来得很快,他们一心都在考虑自己的女人,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感受。 这样的男人一定是深爱着你的。 而那些不爱你的男人,他们只是嘴皮上玩玩你,总是会在你耳边说一些花言巧语,事后他们就会拍拍屁股走人,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你的感受,更不会对你负责任。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男人,最好离开他。 4.亲吻女人的头发 亲吻女人的头发在很多人看来,这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。 自己的女人每天在自己身边,尤其是晚上的时候,都可以闻到她的头发。 但是如果一个不爱你的男人,他会觉得你的头发味道让他难以接受,因为他会从心里面嫌弃你,总是会觉得你和外面那些美丽的女人根本无法相比。 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,他会每天都去用心地抚摸你的秀发。 当他抚摸你头发的时候,你会觉得那一刻你真的很幸福,因为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能够看出你的男人心狠系。 他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个人,因为你就是他的全部,他的唯一。 如果你遇到了以上这几种男人,那么就请你好好珍惜他,因为他们是用心地去爱着你。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力取闹,而去丢失了这份属于你的爱情。